我都想要选皇子了 对面出了一首这个稻草能 出了一首皇子就不好了 玩这个拉夫比较好 直接一首大招免控 来 怎么没人来呢 哪个在泡澡 99胜率的拉夫 这必须得玩的呀 让我逆流投资开路 看到了没关系 看到了也可以上 这里面应该有人在等 行动吧 那我去F6吧 这开景的话可以当开的 他有可能会去透野 我们看 全军出击 全军出击 我们再偷 杀路的欲望 这个反向Q就是什么意思 火狼在中 这雕帽 手小手不是很干净呀 对我过来的 对我过来的 完了 那个是走到一半没过来吗 我好亏啊 我要死了感觉 他说好 诶 他QCD这么久 他这个血量应该会先开蠢 怎么这么恶心 好恶心啊 这费德提克 哎呀他不来开心死了 我跟你们讲 开心这个血量刷 刷不了野 你没看到吗 这种玩到洞口人的心都这么脏了吗 感觉得学一集W了 没意思吧 他这个就是 类似 这个辅助老鼠 过来搞你一波再回现场 让ED扛压 什么让一个什么 金克斯 EJ这种 不容易死的人扛压一下 我还想上来保他一下 该不会还没走 两个Q一个W就难够 你别死 他没闪现 对吧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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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帮他推进去 不然会被卡线 补补到就无所谓了 他这个完全没必要啊 这剑膜卡式也肯定剑膜先手的 等下往上刷吧 再刷一圈 这个人没闪的他 可以抓一波这剑膜 6级就没进去 没机会抓他呢 不是 骑髓 真的铁 对 都怪我 的 弱 对 对 我们 的 对 对 像如果台想抓上的话烈士上路一定得学会卡6抓他 6级上路的英雄基本有点优势都等一位二的 不能等他到6级上路的英雄到6级都比较恐怖一点 这波抓不到就白白 快点他马上升6 一开机跑抓他 跟一下 这么好走位吧 哇 小袋 自己推过去 这箭波是个高手啊 抓下了抓下了 这个上路不能再帮 帮他自己玩吧 这波还行帮他把线推进去他不会被卡6当吃 他下一波就升6了 下一波线出来升6的话 他就有机会打得过对面了 看他这个线如果被电膜卡住升6 这铁拿就没了 这波可以打得过对面了 这波可以打个龙升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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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还不过来 发信号到你们打龙又不是打架啊 你们干嘛 这是假的 他有闪战 他有闪战 一炸上 不知道盗篮有没有闪 感觉他想杀我 感觉上是有闪 中路线没能补了 还行这波操作 杀了就还好 赚了 简单吸进去了 没点蓝到他死了 有点蓝有概率打得过剑法 没点蓝他是一定打不过的 啊 我不理解 没点蓝他怎么杀剑魔呀 这剑魔还卖隐魔刀的 这剑魔还打不过他 我开始怀疑我的感觉了 我感觉这个剑魔好像不是高手 别过来 就是因为有核道一些室友 我应该可以拉这个先锋 他不会觉得我在打 没点蓝加隐魔刀 必打得过铁蓝的呀 除了他空技能 就没道理打不过我跟你们讲 攻单维克托 你这个盾不是给我卖了 去下吧 我们这大刀机是挺客气下路的 还要跳大了去中六级 一个输出道法轮 我跟牛头游一波来 我有二有机跑的 他们看到牛头五级应该会打 这怎么看到人还不走呢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怎么看到我你都不走呢 你是觉得距离远我杀不了你吗 他到了没大了没关系的 这凯影再上 直接敲塔纳隆 这波节奏很好 他现在墙很厚 这个Q过不去呀 我正要去 我得差不多该走 来冷了 你别搞别搞来冷了来冷了 最少两个 我们在下落待太久了 中上又不见了 那肯定是来下了 这波其实可以打这个龙的 因为这一波道尔兰兰没大 它CD很久的 它是快好了 要打的话得快一点 拉出来打 打的肯定在中 不用管它 再拖一会它大好了 道伦一级大刀CD特别久了 两分半左右 两分二十秒两分半 我们大刀才 刚才前面才九十秒 可以卡破它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大好了 它最快还有个三十到四十秒 时间给它卡住 这就是你了解 别的对面的英雄 但是对面的人不了解你 没事多玩玩别的英雄 你可以不用玩得很精通 但是你有个大概了解就行了 这样你就会算它时间 像我们这一波就算准了 这辅助没有大招 他们作战能力比较弱 所以就可以直接拉拢 他又去跳中路了 中路死了抓上了 顶回来顶回来 南凯就上了 直接拉他打不过 他有盾 他开始死了 南凯打不动了呢 塔皮时间啊 好亏啊这波 最后一层我没吃到啊 我正要去 掠夺吧 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 这道人有点喜欢搞拉克斯啊 他缠到甜头了 行动吧 我以为你会追的 你不追吗 那我算了 这大白开的 这版本只要对面 有吸血 玩战士无脑没练剧 下版本要被砍 抄模装备 然后对面三回血 下版本要贵200块钱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用 只是病人无脑买 到底看这个阵容买 像这把这个阵容的话 下版本就算贵200块钱也可以买 但是没必要无脑买 这道人的痛还是蛮恶心的 我这也要浪眼前吗 他啥装备移速这么快 我的建议是不在这边挡 这个地方他很好跳踏 开始跳踏 拉个汤干嘛呀 破零一下 他拉破零一下 这个有点没机呀 打完先方赶紧回家 这个蟹不要汤可以拉弄 不要吃这个蟹直接走 打不了其实可以退一下 怕他被接盘了过来 其实他可以退一下 我马上到了已经 我怎么把先锋按了 他们打野刚才还没护活 我先到了 打月了 他们鞋子无数血 他要跳大了 他有跳大野中压子 大了 你猜他为什么会击呢 说我可以打了 不知道啥 不知道啥 我也没有 大了 你猜他 他还转到了 你猜他 他该有打 你说的 他是 今天 有男女 他 你这个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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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 他 这把感觉不一定能赢呀 我们这边打得蛮烂的 把龙控好 他没闪现,我都给你打出来了,你在干嘛 开瘾 没大的,好像没大的,有大的 这边人要过来 应该是拉到来,杀到他没闪 他们状态不是很好,可以大龙这波 怎么感觉我们这边打得有点乱来啊 这火箭躲不了了,看到的时候已经死了 这边有视野在的 你在说你妈的开瘾是C是吗 这个牛头感觉上个傻瓜 刷C是什么意思懂吗 我记了半天的时间他连了一个凯影 他说我连的是开瘾 要掉两条龙了这样的 这金克斯这波闪现还没好 可以可以打了 拉到这个可以打不 别乱动我救你 我拖一下他们 他们打也没什么血 不要让他回血 把果子讲 他们两个被我牵制住了 队友过来了 来个恶连他死了 打中打中 对面两个都没状态的 这不龙男拉到就不亏了 这兰凯特别是战斧兰凯不用管他的这个点 不要只要把他们后排解决了 他们就没伤害了 我感觉我不能管他 他有精神 管他的话就把我大刀脱没了 待会硬切双C就完了 别急干嘛 干嘛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怎么在我们家对面这样的开的啊 应该杀了吧 拉个AD进去 这 你还不拉呢 不拉我都杀完了 为什么拉进去会打不过呀 EQ中了 你打不过的话就别拉了 这不拉我都切死这个金克斯了 他在我脸上我都Q到他了 他打不过的话拉这个辅助吧 这辅助打算蛮恶心的 他们两个后排的话打不动我的 只要牛头配合一下我 我开着大招两个全死了 来个魔看了 洛克华的力量接近了 他拉到炉轮 然后牛头跟我切后排就赢了 不能保我们后排 因为他们前排更肉 所以保后排的话 他们前排死得慢 他们前排死得慢 我们前排先死了 他们后排就死不了 这个剑魔开引可以拖时间的 他们两个 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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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打不黄手干嘛呢 还一下手啊 带户的欲望正在高涨 恐怕没有 一切都怪不得不得不定 打算小说 可以 这人要是屎 我正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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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天啊 我正确 我正要去 我正要去 我来个自然之力 其实我有点不太相信 这个人在CD 但是他说CD 但我还是相信他吧 从他在前两波举动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在CD的概率大一点 最起码 我给他标记的时候 他已经好了 直接来龙魂团 不要大龙龙魂 要什么大龙啊 来 能呢 我猫个队友都没有 能呢 AD我都秒完了 维克托开金身了 偷家去了 龙魂一拿 随便赢了 谁再给我标记打到了 追个凯影干嘛 他是被追了吗 没事 我这伙状态超好的 他强不了我龙 我平省就没输过 直接打 给他挂个重杀 别乱动 我借你 卡他没护活的 谁一直标记大龙啊 哪个扫把心 卡他没护活 打不了 这 诺克托的力量接近了 等卡他护活再过去也不迟啊 就这样 对 对 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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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金克斯跟个玩具一样 这把布指挥一下真没了 不打不打不打 大龙流的地上 上高地 这种情况没必要打来啊 我都不去你们去什么来啊 哎呀非要打那我只能去了 其实上高地比较好 这大龙可以留在逼他们团 我们是一屋是知道吧 这龙团他必须得接的 不接他们就打不了 你这个打大龙也是为了上高地的 要多一个步骤这样 就他一个人他高地守不了的 那就只能队友不配合我们 只能我们去配合队友了 因为你拉这个大龙 不是高地是大于大龙的 知道吧 大龙大于二塔 什么时候可以打大龙 就是你上不了高地的时候 你只能拆个一塔二塔 这种时候的话可以打大龙 因为你打大龙的最终目的 也是为了上高地的 你们应该不会死了吧 有吐龙魂子 没杀掉差一点点 吃不了 他队友全过来 死两个还可以 我板状还出来了 吐龙魂加400的盾有这么高吗 我大招还没开的 我大招开了 其实不是加600 我大招加征服者 可以多续个200多点攻击力 主要这种塔下 这大我能好好跳大 多了一下 只能再下了他 主要我这把 比较认真玩就不想输 拆个吓他吧 我看到他们打野在上慢去了 队友没来上了 不要穿高风 他把暴篮拉电视杀掉了 这时候跟队友会合 杀之后吃 我吃了第一波伤害 每个2年死了 整个鼓子再克服一下 不要冲 拉扯就好了 等一波 这个鼓人盾可以 这VD在哪里啊 这把还好拿了龙魂布兰剂了 这把还好拿了龙魂布兰剂了 卡布对面 护活时机 他们估计要来抢了 看他抢不抢 不然我们就打龙 没打野在 应该是不会来了 别把龙秒 不用等不用等 AD过来别吃了 他没打野过来 应该是不会抢这个龙的 他们抢也抢不到 五波状态出了 一波推掉了 这个点护活时间蛮久的 其实鞋子最后可以再换个板脚 没钱不够了 算了 土龙魂巨龙 等于多两个大剑 随便打了 对面还少一个人 打杀 打杀 还行 这种局打一把 得费得上三把的精力 我跟你们讲 首先你要打得好 你要有优势 其次你不能有失误 一点点失误都没有 在这你得指挥你的队友 让他别送 缺一不可 奥拉夫其实很难打 伤害最高的 如果一个奥拉夫 打了30多分钟 大后期还能伤害最高 只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他太C了 建议大伙把凯瑞发到公屏上 双伤最高 再来把凯瑞发到公屏上 再来把凯瑞发到公屏上